大家好 歡迎回到網向六點鐘新聞報道時間 今天是2021年7月19日星期一的晚上六點鐘時間 今次有我許樓山 還有澳洲小金魚真bc 你好大家好 大家好 才是真的好啊 請大家like我們的影片 留下言 最重要是訂閱《望向編輯部》的YouTube Channel 《正向部浪費冷氣》三個YouTube Channel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多多點讚 今次回來繼續打香頭炮 要更進一下機場方面的情況 簡直 哭得一句句 我想拖地的阿嬸都要拖幾次地 怕眼淚滴到濕了 小心地滑 這樣才行 今天甚至乎到了台灣的新聞 都在說香港機場 又說這個叫做law of the rain 就是Leave outside the rules 的形式 去英國 這一邊就叫它做英國著情入境 就說到一些人在這裡離售別墅 有些人就說 哭得這麼誇張的呢 是不是真的這麼慘呢 是不是這麼捨得呢 香港真的這麼迫於無奈 一定要走呢 可能看到台灣的朋友都看到 爭拗了頭 頭都問號 那他們真的是靈性誇張的 其實明天也都是如常 太陽由東方升起 他們都可以繼續申請這個BNO visa 五加一的形式過去的 那只不過沒有了一個方法 我不明白了 那如果他們真的想走的 那遲些走跟現在立刻走 那有什麼大分別呢 那我之前的節目都提過的了 那我們嘗試一下用台灣的角度看看 那台灣的朋友見到最不明白就是什麼呢 見到英國的19問題這麼嚴重啊 連續兩週的個案都超過五萬宗 是每天啊 已經是創了六個月以來的新高啊 但是呢 都阻礙不了他們要過去英國的決心 啊 多嚇人驚啊 真是完全是想像不到的 而且又拿不到歐洲杯 哈哈哈哈 是啊 那也都是啦 從台灣角度看回去就說 咦 其實呢 他們是這樣看的啊 英國呢 可以說叫做一石二鳥啊 為什麼呢 表面上呢 就會擺出一些支持 2019年和2020年那幫人呢 搞暴動啊之後 或者那幫人的一種的姿態 就是幫什麼香港人啊 救生門還是怎樣的 但是說呢 同時間呢 也可以吸納到香港人 人財不知道有沒有了 資金就一定有的 多多少少呢 都叫做有的嘛 是吧 你也說 買張機票都有啊 是不是呢 扔個印 申請一下不同的保險啊 申請一下不同的東西啊 拿一下駕駛執照啊 租一下Airbnb啊 你想想 突然間呢 市面上 少了很多Airbnb租 就是因為他們嘛 再者啦 其他的生活必需品都很需要他們幫補一下啦 不斷補補飛都要嘛 都講到明了 說呢 幫補一下 他們呢 英國方面的本土 非常困難的東西 那當時其實我們看回英國公佈這個計劃的時候 已經是正應不諱 說這個方案呢 會帶來財務的利益和經濟的好處 要將這兩點放大才可以 來減低民情的反感的情緒啊 現在他們很開心啦 可以過去啦 他們覺得政治環境日漸惡劣啦 又這樣那樣啊 不走就等什麼時候啊 說很緊要啊 喊低一句句 因為為什麼今天又要再拿出來講過呢 今天的場面是更加虛陷了 可能申必先沒有留意到香港今天的天氣啦 今天香港的天氣是和那天為他們而哭啦 哇 很噁啊 冒著大雨呢 都要趕到機場送機 可能打到落湯雞這樣就好啊 有沒有黃泥水啊 魚嘛 黃人啊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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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黃泥水啦 這些人冒著大雨啦 天又灰暗暗 風雲再起 你看看他們 香港風雲變色 他們就去英國的陽光燦爛啦 是不是啊 留下他們面對這個風暴 英國都一般的啊 這陣子都 是啊 其實看你怎麼看的 就是看你住哪一個位置 還有看你面對著經濟也好 還有你自己的個人生活或者健康都是很關鍵的啊 不是去英國就是神仙的 每一個地方都有自己那方面的政治 或者那個叫社會問題的嘛 其實現在英國十九個問題都是很嚴重的 接下來可能會不會有不同的政策呢 又會影響到一些人找工作也好還是怎樣也好呢 除非你帶點錢夠燒一段時間 但是坐石山崩嘛 是不是 吃吃吃吃 吃小朋友呢 黃口無飽棋 這樣吃下去的話呢 可能都真是蠻問水的 不過不要緊 他們可能覺得 避免了香港的所謂那個叫政治的問題 他們已經覺得活得很自在很安心的了 因為今天下午呢 1點45分 就是一班英航的飛機飛嘛 所以今天下午呢 零射多人去到機場了 看到一些人 哇 那些行李箱啊 整的那些多度 真是大夠多 那一格手推車都擺到爆了 哇 真是相當得人驚 就是紅白藍啊 周身的那些家當啊 可能怕扔散去那一袋東西 直接拿牛皮膠紙捆捆捆捆捆捆幾個圈下去啊 這樣很不認識啊 這樣 他們是要印證一種自己走爛的心態 就是覺得 哎呀 我要逃離這個呢 就是 充滿危機的香港 所以將自己很有走爛的感覺 那些小朋友其實都挺可憐 按摩摩的 在那裡又不知道在做什麼 很多小朋友把玩具啊 公仔啊 都放在那一輛行李車裡 哇 每個人都準備搭飛機離開的那些 樣子好像是前老爸的那樣子 哎 真是 其實 為什麼呢 我想一下 神經病 真是的 跟英國的那些親戚講 那些西人親戚 哇 你看這幫人 這麼搞笑的 我們經常講一句好像 執金啊 這裡 經濟這麼差 還過來的 那些人真是不知道在想什麼的 老實說我 之前他們封城 那些英國那邊住的那些朋友都說 其實很慘的 他們覺得 你們過來是不是真的有事要做的 你們是不是真的這麼有信心的 就是本地疆 就是在英國都住了十幾年的那些 都會覺得 就是他們住了十幾年都會覺得 自己是要在那個市場競爭 因為 就算他們說話的口音 就是用電話說 你完全聽不出 他不是本地人 就是很本地的說話都 有手有腳嘛 就是他都覺得是很難去到賺錢 就是那個競爭都叫做很大 是 或者可能你在跟他們接觸的時候 跟你說話讚你好 讚你做得怎麼樣 但是背後呢 就說話 就是誣你也好 笑你也好 什麼都好 就是表面上就很客氣 但是實際其實就是 底的一套就不是了 那些個個都是的了 聽起來好像很客氣 但是實際就有很多大部分 人家不會笑你的 那些人說 人家不笑你的英文 從來人家不會覺得你的英文差 這個是他們的傳統 沒有一雙情願的想法 真的太過一雙情願 就是他們那個社會文化就是這樣的 就是表面上是客客氣氣的 但是底的一套是什麼呢 那你們自己要慢慢去摸了 那他們那些事就先講到這個位置 那我們就講一下了 警方開了一個記者招待會 就講了一件事 現在那些小孩子或者那些小朋友 去想踢人家去進去一個顏色社會 那些最小的招攬到的成員只有13歲 我沒想過13歲的時候 就可以加入這些顏色社會 那我們講一下發生什麼事了 其實可以這麼小 其實沒有分的 好像沒有生過 現在因為時代不同了 我們以前通常在球場就來問你 小孩你跟誰的 在這個球場打球 我還沒認識過 怎樣怎樣怎樣 然後就說你跟誰 之後就有個 什麼走開 這些小孩子我照的 但是其實他們是合起來的 我想拉攏你 以後跟我B哥 大B哥 之後你就有我照著你 好嗎 以後不用怕這些 那你就說好好大B哥 那就叫他跟大佬 可能給一些入會費 做個例子 不得而知 之後就收你做小孩 那你就覺得很有英雄感 但是可能整台都是戲 這就是我們小時候 踢人入顏色社會 最常見的套路 隨著年年與月 時代的改變 現在已經去到一個 是利用科技化 就是數碼化去收這些顏色社會的分子 就是可以利用這個WhatsApp 我們講一下詳細是怎樣 警方最近拘捕了13個 真的是13張 涉嫌自稱 數字加起來的會 的Member 還有 善惑他人 成為一些非法的社團的成員 還有就是普通襲擊 那個年齡介乎就是13至23歲 哇 13歲已經這麼猛 當然了 證物就是這些手機 用手機Apps 就是WhatsApp 來宣傳 還有叫小朋友 來加青少年 我角度來看小朋友 加入這個顏色社會 不過警方都說 接下來的暑假 他們都會聯同一些非政府的機構 可能一些NGO也好 或者什麼也好 就會去 還有懲教處都會 去一些公園、屋邨 那些平台、娛樂場所 就會看一些野青的 希望他們提高手法意識 其實這些事情應該是社工做的 其實都挺可避的 很多社工就去做了黃社工 或者抗爭、懶懶散散的 或者想跟大佬 跟趙家遵 那些 有些因為在正常的途徑底下 社工沒有東西做 就是想想 讓開一些新的道路給自己 因為由警方 或者懲教 或者NGO做 會差一點 專業社工做會好一點的 我們講回為什麼警方會起到這壇事 就講回6月的時候已經收到這個舉報 就有些青少年 被一些陌生人加入了他們的社交媒體 那些群組 去到群組裡面就自稱 就是數碼化 不用說 我是志雄哥 我是什麼B哥 大B哥 就不用的 就說他 我已經把你招攬了 成為我們的一份子 如果有什麼事情 遇到什麼人欺負你 就在Whatsapp 向大哥求救 到時就可以找我們出鏈幫忙 後來 那他是不是都是用Whatsapp去救你 可能是Whatsapp 錄個粗口給你 你播給他聽 我就嚇到他走了 罵走他 可能就是差不多了 後來就 如果要擺牆的那些 那我拍一條片給他 後面你拿幾塊 那些手勢的那些 有些關公的 前面有些鄉在那裡飄一下飄一下 那些GIF黨 那些圖黨那些 是吧 貼圖背景 後來警方 你覺得很好玩 警方當然不是省油的燈 那之後就把他們一網承襟 把他們那些說的東西 對話截圖 是啊 真BC說得對 是有片有錄音的 那些東西 挺有趣的 那這些呢 就是他們警方搜到的證物 就是print了電話 那些截圖出來 就是記者招待會員的截圖 挺好笑的啊 那記住了 不要亂來啊 自稱數字合起來的會的member 最高可以判監就是三年的 如果你煽惑他人 成為這些社團的 非法社團的成員 也都是五年的 那叫大家 虛擬世界 不要以為是無法可依 警方都是會找到你出來的 也都不要因為一時貪... 自稱黑社會成員都是會有問題的 沒錯 是 所以剛才說了 自稱這個數字社會的member 都是... 這個都要三年了 先說回清楚 記住 不要因為一時貪玩 而搞到自己 以身司法就不要了 可能是貪威的 我想是貪威 哇 有字頭 厲害嗎 現在已經退了了 我了解就是 年輕人很少做這些 是的 即是覺得 你這些 沒有大台的 還說大佬 走開吧 拆大台 知道什麼要拆大台 我拆你了 拆你了 所以這個什麼 熱血公文他識沒有 經常說什麼 有什麼靠佬那些 中華總 現在不看這些玩法 不要畫了 什麼古域仔這些 那時候就流行 現在不流行就過了 拆了 拆了 現在不流行這些 拆了 拆了 拆過歐陽振華 不要再做這些了 歐陽振華都挺in的 是 因為現在有訪問他 是嗎 是啊 我今早才知道 有某份網媒 就訪問歐陽振華 對這個刑徵日記的看法 為什麼收視會這麼低 接著歐陽振華當然是說 要不要他去救忙 哈哈哈哈 現在很難的了 要大家坐定一個時間 去看電視劇 這個真是 那個生活習慣不同了 沒有像以前那樣 什麼幾點都好 趕回家一起看電視 這個都好像 趕著坐車 沒有妨礙過看電視 是嗎 以誠折響 就是留在家看大結局 那時候很流行說的 就是說哪裏哪裏劇呢 大結局有時刻意安排在星期六播放的 原因就是讓更加多人會留在家 一起看這個大結局 那現在這些都已經不行了 沒有辦法 因為有些什麼Netflix 方便很多 畫質又很漂亮 製造又很精彩 可能會攤薄了一部分的觀眾 因為容易接觸 對嗎 其實很多電視台都 他有公仔商直播 但是都會放回上網的 其實我記得老超他說 TVB實在屎硬 好像現在都沒有屎 其實很容易轉身的 不是好像他想到鐵板一塊的 很多事情都是 當然了 始終他們有很多藝人 那些藝人也有很多花邊新聞 大家聊聊聊聊 自然都會留意電視劇的 那我們回來了 繼續講一些香港的話題 他們所講的那些什麼大所講 8月1日大所講的那些 現在我們先補充一些資料 其實就不是真的大所講的 如果你們講到這麼害怕的話 如果還沒走的話怎麼辦呢 今天就Loft Ring最後一天了 最後一班機我想他們更加轟動 很多人就這樣拍著他們 在離境大堂的照片 記住了 之後是可以 就算明天都可以有人繼續 如果真的已經申請到一個Visa的話 就已經可以出發的 明天是如常可以繼續出發的 只不過我不知道他們今天有什麼 這麼激動的 只不過英國方面一個著情形式 讓你們入境這樣 哇 講到好像黃恩浩蕩那些 那又沒有人罵英國無情的 為什麼不繼續下去呢 讓他們多些香港人 拯救他們離開這裡 救生艇 逃生門 回來講這個大所講 新修訂的入境條例 就會在未來8月1日正式生效的 條例就是付權給保安局局長 可以制定一些規則落實 其實是預先通報旅客資料系統的 政府正在這裡根據國際民用航空組織建議的標準 還會參考外國的做法 研究香港系統整體運作的安排 然後會制定有關的附屬法例 在立法會審議並且通過附屬法例 以及規準撥款建立所需的系統之後 才會正式落實的 就不會在這個階段實施 即使那些人就不用說這麼誇張的 又爆煲了 這些人又炒車了 即是系統還在設定 以及其他的條例還在講的 其中講一下為什麼你要在吵 其實新修訂原本是用來改善 這個叫做免遣返申請的審核程序等等 但是就是給他們搞到一個鑊譜 引起這個非常大的爭議 又說什麼大所講又怎樣怎樣 因為當中有條文賦予政府 是要求航空公司在航班抵抗之前 向入境處控補乘客的資料 同時也可以授權入境處可以要求航空公司 禁止運載個別的乘客 那麼當時大律師工會 又在搞搞振務幫忙 曾經兩度出聲明 促請局方修正以防濫權 保安局之後都反駁了 這個系統的目的是要求離港 離香港 即是過來香港的意思 並非是離開香港的班機的人 提供那個乘客資料 所以不影響他們出境的自由 你說會出了不讓他們回來 這些就更好笑 這些基本上都得一口笑 這個不要相信他們說的事情 就是大所講的意思 就是說 你想用BNO價這個形式 離開香港都不行 因為大所講 鎖住了你 那就講了 你離開香港的話 是不理你 除非你是犯了刑事罪的 或者你還沒交了香港留下的蘇州K的罰款 或者那些不同的罰單也好什麼都好 你要加起來才可以離開的 這個就是一件事 即是你還沒交好稅 或者不同的東西當然不行 甚至其實間接來說 已經通緝了你了 如果你還沒清掉那些罰單 接著這個暑假開始 似乎我們看到這個教育局 都要密密做事 並非他們都放了暑假一份 最新的教育局出了一份東西 就是其實他們的首席教育主任 特別支援那個團隊 陳Sir 他就在他的網誌那裡 那個專欄叫《局中人語》那裡贊文 似乎教育局方面真的要拿正來做了 或者都想學校方面 或者大家都明白的事情 就說 絕不容忍暴力 大家必須保持警告 也促請教育界方面 要抓緊這些的訓練和輔導的工作 要避免學生受到任何可能看起來 好像有很崇高的理念那樣 但是呢 只不過是歪曲了這些理念 和有荼毒的成份的 也都講到明了 叫大家不要以身事法去參與這些暴力和違法的行為 也都講了 國方下一個學年會繼續探望一些學校去協助一下學校提升一下這個訓導 和這個輔導的策略 看看是否會幫助他們什麼成效的 似乎那些光誠者、吉景藍那些都擔心 不知道到時候開學之後 那些老師會不會還有什麼講解 尤其是那些黃老師 現在呢 間接來講 現在我想可能在那個網上出了那個專欄 好像有一個blog的形式 先講給大家聽 遲些我估計應該會有獨立的一封信件 給學校、校方方面 希望大家的老師和學校方面都真的要幫幫忙 他都講了一點的 有曾經參與這些暴亂的學生 後來都向老師表示 他說學校是他們一個心靈的避風港 能夠讓他們回復一個平靜的心情 反思和糾正自己不當的行為 陳Sir都講了 這樣可見 學校是一個關懷有關愛和和諧有罪的地方 希望師生方面要充滿著信任 同學之間互相尊重校園文化等等 我覺得不單止幼稚園、小學、中學、甚至乎大學都是 不要再搞這麼多事情了 那個港大學生會那裡 這一兩天好像叫做風平浪靜 會不會等著來拘捕呢? 我們這個不得而知了 講一下這些電視台之間 有個現在新聞 大家應該知道我講哪一家了 自從去年的6月 可以說他們人事上 有一個所說的叫大地震 他們所說的 疑似跟他們說 跟中方關係密切的前TVB管理層 陳鐵彪 有什麼空降接掌新聞部 說得好像很誇張 令到他們的新聞部開台元老 就是他們的副總裁 今天都辭職了 所以說他們的新聞部的員工都說 覺得他應該很多方面都沒有辦法和這個陳鐵彪合作 說他們的新聞部今天簡直是死氣沉沉一樣 也都講到他們的副總裁 簡直就是他們的新聞部的定海神針一樣 擔心他離開之後 會進一步動搖員工的信心 也都影響了公司的發展方向 對於他的持工方面 又說凡事都有定數的 事後到了 我選擇放下保存我們的美好 又說2021年是我們新聞界最風雨飄搖的日子 也都說保持著他們的公信力第一維和 成績表是屬於大家的 他都說自己反覆了思量很久才有這麼理性的決定 原來他已經在新聞部做了16年了 其實他們所說的這個叫做內部抗爭 可以說在去年年底大概12月中還是12月尾 都有在說什麼電視新聞的黃昏 又說我們最後留守的燈塔 不過不要緊 其實看他離開之後 究竟是不是真的差那麼遠呢? 到時候知道 到時候再自有分曉 我看到陳鐵彪遲些 都會搞一些新的節目 不過我對陳鐵彪有一個 不是這麼好的看法 就是什麼呢? 他說對某一些節目有意見 就是啊 最新的就是包括一些 有關於移民英國的英倫香港人 你應該多報導一些 他們在那裡撤牛JJ 或者駕駛電單車送披薩 然後沒有人請 原來買了電單車 然後沒有人請 你講一下這些這麼勵志的故事 那些什麼香港價的才是 這些我想見的 這些故事之類的那些還好 就是講一下那些 好像不是說我 那些海外華人那些 那些勵志的故事還好 是不是? 一樣的 還有別人 現在他們條件比我們祖先好很多 是不是? 就是 我覺得不是報其他 他們那些 有些都是 我覺得不應該出去的 或者報了一些 讓他們警醒到香港的朋友 原來你們其實都很幸福的 是嗎? 是 不要想到這麼差 是嗎? 那好吧 我們接下來再看這個 現在新聞究竟搞得怎麼樣 好嗎? 今集我們來到這裡先 多謝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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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